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恐怖至极 2002年 泰国的雨量级冠军 2012年和2013年泰国伦皮尼金腰带的拥有者 就连有着泰国第一人的亚桑克莱都被他两次击败 其中 著名拳王善猜更是被四次击败 以及江通猜被踢的路都走不了 可以说得上是泰拳界数一数二的人物 可就是在面对小虎铁英华之时 却惨遭KO 震惊了当时的中国群坛 比赛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精彩 前击双方都是试探性进攻 并没有太过于有效的进攻 其间 田华的一记转身后蹬 郑重对方腹部 刚才星当啊对于头部的防护做得相当好 千万别一直用手臂去防护星当 转身后蹬 漂亮 这下中嫂啊 看着都疼 对 没错 当年星当跟这个江通猜打的时候 江通猜已经踢得走不了路了 对 这边又是连续的中嫂 很为小虎的这个内部感到担心啊 对 而且我为小虎的前手 因为前手主要靠他的平勾的力量 如果手臂 哇 直接抬护了 转身后摆 转身后摆 哇 天哪 刚才这个转身后摆 我们看星当 直接第一回合倒下 转身后摆的神龙摆尾 擂台就是这么瞬息万变 双方本来打的是有来有往的 就是这突如其来的一级神龙摆尾 正中了星当的太阳学 星当也直直地倒地不起 摊在了擂台上 可能有些朋友会说这就是运气 擂台上哪里有运气 这也说 不是你KO我 就是我KO你 能够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时机 这也是实力的一种体现 不是吗 那你以为 这就是小虎铁英华全部的实力吗 那你就错了 他不仅搏击打得好 首次跨界MMA 也是让世人震惊 在2018年10月12号 铁英华首次跨界MMA 对战白俄罗斯选手 阿里克赛克雷佩兹 正所谓隔行如隔山 从自由搏击转到MMA 铁英华并没有什么经验 一开局铁英华一技高扫 被阿里克赛趁机抱腿摔在擂台 索性没能被对方裸脚成功 并借此弃撑在了阿里克赛的身上 开始杂击 不过 毕竟是第一次进行MMA的比赛 被阿里克赛逃脱了出去 我是一个地面相对 对对 现在闯了双眼下 哦扭倒快有机会 铁英华这边跑到 过胸过胸 拿对阿贝 裸脚 这边有没有机会 目前还没有完全打住 抢住了对手的一个手臂 但是已经是锁到了下方上 有机会 有机会 还在往外搬 现在对方没有办法行中裸脚 爆发耐力的这种进攻 但是 这种核心力量的核心力量 特别手臂持续耐力爆发的这种 铁英华的自由搏击的拳手里面 已经是比较擅长 是有角力的方式了 但现在趴倒下去之后呢 被对手拿 对 再次裸脚 没错 挡的方向是对的 挡的方向是对的 有机会 能够很明显地看出 铁英华还是不适应MMA的规则 更多还是使用着自由搏击的技巧 拳脚系用的会更多 对于MMA的地面沉斗差了许多 被阿里克赛直直地暴击摔在了擂台 开启了长达两分钟的裸脚断头 期间 教练都打算丢白毛星投降来着 好在凭借出色的体力未能被降服 第二回合 铁英华为了释放上一回合的怒火 拳脚更加的凶猛了起来 连续中拳打的阿里克赛一脸懵 看来 自由搏击比起MMA各有各的好处 阿里克赛被打的躺在地上不敢起来 铁英华也是不惯着他 直接将他压在身下连续砸拳 打得他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最终 以TKO的方式 拿下了这场跨界的首胜 这就是铁英华的实力 这也是为什么金刚 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他的原因 面对任何状况下都坚持不懈 不到最后一刻不放弃的精神 也正是金刚 我喜欢他的理由 不知道大家喜欢这位小虎吗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